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是 《使徒行传》12章13节到第19节 它里面有一个主题 就是那一个听祷告的神 它里面告诉我们 当彼得神奇的被天使拯救他出狱以后 他回到这些他的弟兄姐妹那里去的时候 反而大家都不相信 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这一段的描写 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 有一点点讲到的是我们信徒的弱点 我们信心的弱点 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相信神的能力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可是当这些事情 神照着我们所求的出现以后 我们一下子 我们都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是真的 英文说 to good to be true 太好了 好到我都不能相信是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有这种反应 我觉得有这种反应还算是好的 哇 怎么可能 这么好的 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去祷告吗 当神照着我们的心意去实现的时候 我们认为 好到我简直不能相信 好到我简直不能相信 不过我觉得有这种反应还算是好的 另外有一种反应是比较糟糕的 就是当神的全能 然后回应我们的祷告 也就是实现了我们的祷告的要求的时候呢 我们会马上就会想 这会不会是巧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糟糕一点的反应 这会是巧合吗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个环境太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会只看环境而忘掉 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 其实假如我们能够早就有这种认知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会少走很多的原网路 会少吃很多的苦 耶稣文友那首歌里面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经常软弱什么 原因在哪里 只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主做全球 其实尽管我们带到主做全球 我们仍然怀疑我们的神有没有这种能力去改变我们 改变情况 然后照着我们所要求的来完成 当我们一天一天的读使徒行传 也发现上帝一天一天的照着这些第一世纪的这些基督徒们所祷告的来拯救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祷告也是一个我们经历神的功课 因为神往往不照着我们想要的方法来完成祂的旨意 祂有祂自己的方法 祂有祂自己想要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可能未必是我们能够接受的结果 尸体反的这一个训道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不太能够让我们接受的结果 然后我们也讲到就是有的时候神答应我们的要求 可是没有照着我们自己所想要的时间 所以呢作为一个要一天比一天成熟 我的意思说作为一个可求成熟的 渴望成熟的基督徒呢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 要很紧密的连结在我们的神的身上 也就是说透过我们每天的读经 透过我们每天的祷告 我们看着这些属灵的人物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回应神的要求 他们怎么样的接受神所回应他们祷告所带来的结果 而且我们就相信我们一天一天的从自己的经验 从这些属灵的前辈的经验加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 尽管好多时候他没有照我们要的方法 照我们要的时间来完成 来成就他自己的那一个美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